航母飞行甲板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 舰载机着舰需要在时速200公里时瞬间减制零 这近似于一场人为坠机 着舰一旦失败 舰载机就是砸向航母甲板的一枚导弹 舰载机飞行员因此也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 在中国舰载机事业发展的短短十多年当中 一大批舰载机飞行员用自己的青春 热血 甚至生命在刀尖上起舞 无畏生死 搏击海空 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 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 正在进行最后的训练 再过几天他们就将飞向航母 进行最后的航母资质认证 届时他们将成为一名真正的航母舰载机飞行员 不同于以往的舰载机飞行员需要经历多种机型的改装训练 如今这些学员普遍年龄较小 他们是在生长路径的培养模式下 由院校直接进行选拔培养出来的新生代舰载机飞行员 他们日后将成为航母力量的刀尖 为未来快速形成三航母战斗群贡献力量 航母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彰显国家实力的大国重计 而舰载机是航母最重要的战斗力 他们作为航母力量的刀筋 在一次次的起飞巡航当中获取制海权 制空权 使航母成为驰骋远洋移动的大陆 所以舰载机飞行员的战斗能力 是航母战斗力的核心 随着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中国进入了辽宁舰、山东舰、福建舰 三艘航空母舰并驾崎岖的时代 十多年间 中国航母陆续入列 大国重计量箭深蓝 人民海军迎来了迅猛发展的壮美时刻 同时对舰载机飞行人才的需求也更为迫切 由于舰载机飞行的危险性和极大的难度 早期的舰载机飞行员多数由各机型改装而来 需要经历漫长的培养时间 才能训练成为一名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 但是面对航母的飞速发展 如何做到舰部等人成为摆在人民海军面前的一道难题 其实最开始的改装班次的培养 我觉得它主要是解决一个部队急需的问题 选择成熟的飞行员到舰载机部队能够尽快的 至少从技术层面它是一个成熟的飞行员 空中飞行这一块最大限度的保证安全 舰载机的部队要想有进一步的发展壮大 它肯定要有源源不断的这种新鲜血液的供给 为缩短舰载机飞行员的培养周期 人民海军开始探索尝试 从高中大学直接招收 定向培养舰载机飞行学员 这种模式也被称为生长路径培养模式 所以从这个角来讲 我觉得生长培养肯定是舰载机作战部队 可是舰载机部队它能够长远发展 并且保持活力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面对如何做到舰不等人这个难题 人民海军大胆创新 探索出改装模式和生长模式 双载并行的培养路径 使越来越多的年轻学员 加入到了舰载机飞行事业的行列当中 如今年轻一代舰载机飞行学员 能够在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实现独立飞行舰载机的梦想 这曾经是他们渴望而不可及的海天之梦 我招飞的第二年 就是刚刚听说张超烈士的那个事 那时候感觉舰载机离我们 还特别特别的遥远 未来十年或者说十几年以后的事 中国舰载机事业起步晚 为尽快生成战斗力 一代的舰载机飞行员在刀尖上起舞 曾经历重伤甚至牺牲 我记得就是他出事的前一天 上午十点钟左右给我打了电话 安慰我能问我身体怎么样 恢复得怎么样 他也是希望能回来继续兵舰战斗 也说了很多安慰的话 没有想到那次童话是最后的告别 这个并没有想到 这些在刀尖上起舞的代价 并没有让中国军人的脚步后退半步 他们前扑后继 在站位上继续实践探索 在短时间内突破一个个不可能 是航母拥有了24小时全天候作战能力 这也激励着一代代有着舰载机飞行梦想的年轻学员 加入到了舰载机的行列当中 从进入大学以来 然后我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也明确了自己以后要努力的目标 就是成为一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但是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中间需要经过的考验跟观想是非常多的 就在王鹏和高远对舰载机飞行之梦感觉遥远之时 他们的师哥孙一飞将一条可以快速成为舰载机飞行员的路径 扑到了他们脚下 孙一飞 人民海军第一批生长模式下被选中的学员 如今他已经是训练基地的舰载机飞行教官 成为新生代刀尖领悟者 当时生长一期在选拔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就是优中选优的 相当于及我们全海军所有的舰载机飞行学员当中 选出了十几个最优秀的飞行员 进行了舰载机的改装 当时给我们这个就是说 现在国家需要这个模式 你们要去做生长一期去走这条路 当时的话实际对于这件事的话 我们自身的想法是怕自己不能胜任 怕自己这个能力也好技术也好心理素质也好 达不到他这个舰载机上舰 这个要求和标准 将飞行时间短暂 飞行经验还不成熟的年轻舰载机飞行员 放飞海空去刀尖起舞 这对于所有学员和教官都曾是巨大的考验和挑战 他们当时都是最年轻的一部尖载机的玉胚飞行员 所以说我们给他们更多的鼓励呢 都是讲说我们海军呢 未来的希望都在他们身上 就是都在你们的身上 我们特别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成长起来 但是对于一名年轻飞行员而讲 部队有需要 国家有需要 我们亦不容辞 这是兵止处 这是我们参军入伍的初心 在探索实践的道路上 第一批生长模式下的舰载机飞行学员 迅速走上站位 他们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 倾注所有青春热血来完成自己的梦想 也是人民海军的梦想 当时基本上每天就是早上六点起床 经常飞 飞完以后还要去工作站当助理 帮助寄一些东西 晚上基本上吃完饭就去讲评 教官们对于每个人的技术 挨个把关 挨个讲评 挨个分析 做到万无一失 我记得当时冬天 基本上飞没问题就是一层一层拖 拖到最后就跟夏天一样 因为飞在那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 这是比较累 回去晚上以后 飞到晚上十一点 回去洗完服 等躺到床上自己在研究一会 第二天早上又是一天 生长一气的学员全力以赴 他们身后的教官更是英切盼望 这些处英可以成为人民海巡航母战斗力的未来 因为所有的学员呢 都是我们这些教官 一杆一舵吧 我一个架势一个架势给带出来了 每天都生活在一块 工作在一块 飞行在一块 可以说呢 就是我们把全部的心血 全部的力量 希望嘛 都是 都寄托在了他们的身上 舰在机飞行教官群体 以占领训 未占育人 他们正在摸索出一条 具有中国特色的舰在机飞行人才培养之路 也可以说 在经过一段高强度的培养训练后 展现出非同一般的生长面貌 基地的教官和领导都抛去了担忧 对他们开始充满信心 尽管他们非常年轻 经验很爽 公众的经历也没有那么丰富 但是呢 作为年轻人有他们特有的优势 他们的成长还是比我们想象的要迅速的多 而且他们的成长的路径啊 也比我们预想的要平坦的多 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实现了我们预期的育养目标 年轻的竹鹰快速丰满羽翼 正在蜕变为驰骋海天的雄鹰 2020年11月 生长一期的所有学员 最终完成所有训练 飞向航母 全员顺利完成航母资质认证 生长路径 正式打通 实现了学员年龄最小 飞行时间最少 认证周期最短的历史性突破 我觉得他们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机遇 因为像我们这一代的飞行员呢 能够飞上三代级 那基本上都在接近35岁40岁 三岁以后才能够被选拔出来 去改装三代级 甚至是其他更好的飞机 那么他们呢 可能刚刚走出校门 二十多岁 就有这个机会 加入到舰载机这个队伍 所以对他们来讲呢 我觉得这是 一次非常难得的机遇 2020年 生长一期成功完成航母资质认证的新闻 在海军航空大学进行直播 师哥孙艺飞的成功 激励着大学里 每一个有着舰载机梦想的学弟 当时我看着他们一个个特别年轻 感觉跟我也差不了几岁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航母飞行 这个视野离我一样是头一次感觉这么近 之前一直是改装起班 只有他们是从院校直接出来的 当时我感受到就是一个是 他把我这个眼前的迷雾就彻底拨开了 就是他是首批生长模式培养的舰载机飞行员 就他走到了我们的最终点 到达了我们理想中的对岸上 对于我的激励就说是 我内心的感觉就是 我可以 就是沿着孙教官的这步路 只要我付出努力 我就可以成功 舰载机飞行员生长模式的培养入境 成功打通 激励者越来越多有着舰载机飞行梦 航母梦的飞行员 加入到了舰载机飞行事业当中 如今学员王鹏和高远 通过生长模式的培养 在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实现了独立飞行舰载机的梦想 他们正成为中国航母 未来发展的生力军 如今在舰载机飞行行业当中 七零后领衔 八零后跟进 九零后奋起 人民海军老中青三代 时刻准备着飞向战场 现在飞行员已经出具规模了 那么未来可能是我们飞行员的最终的培养目标 还是要能够随见出航 随见出海 在远海大洋 能够执行作战任务 我们培养出具的飞行员 可以直接对接战场 可以直接随航母出去执行 全时域的作战任务 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未来 为打赢高端海战 舰载机飞行人才的作战能力培养是核心 所有的刀尖领悟者 舰载机飞行教官 都在围绕这一命题 对舰载机飞行人才 进行实战化的培养 我跑了一点 不要紧张 等心态说得好 从一开始的时候 观众我们基本的操作要领 基本的最终点 是不是正确 是不是合理 一个是我们要缩短这种培养周期 同时呢我们上舰之后也要兼顾 它的这个作战能力 一个是抓舰的能力 一个是打仗的能力 上舰它不是目的 它只是一个门槛 打仗 打胜仗 这才是我们训练的目的 为了完成这最终的梦想 为了航母尽快生成战斗力 他们日夜兼程 在一次次起飞降落中 在这布满歼15飞杀应计的跑道上 将一代代年轻人 培育成才 逐梦海天 我的力量就是 要把我们的海军 建成世界一流的海军 我们的团队 要建成世界一流的建立团队 这是我的理想和目标 这可以看得见的目标 希望以自己的努力 可以培养出世界上 最一流的建材战斗机飞行员 为我们的航母事业 国防事业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我觉得国家既然 花费这么大的人力物力 把我们培养出来 希望是以后作为 航母编队的刀尖力量 然后维护我们国家的海外权益 可以说为我们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天专家旺 一代的舰载机飞行员 用凌云击空的血性与忠诚 在刀尖起舞 逐梦海天 共赴大国强军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